好,我們現在要用Kongiza使用Sanbar來備份我們的機器 我們還是用虛擬機來模擬 首先我們在一台機器上面 我們再找一個資料夾 把它開啟共用 我們共用此資料夾 允許別人、訪客直接進來做 如果安全性的問題 那就請你建議依據使用者來做存取 今天為了錄影方便 所以我們就不做這個安全性的部分 我們就不做特別的 我們把它擋名取名為Images 因為這是Kongiza預設的名稱 當然你可以取不一樣的名字 只是在Kongiza上面你要多打幾個字而已 所以我就習慣取名為Images 那你先確定一下你的這個Sanbar資料夾有沒有成功 那再請你選其他位置 這邊輸入smb-ip 我們目前我的IP是107 192.168.1.107 那這個是Images 這個資料夾 打開來 它會問你說你要用哪一個身份 所以你如果要有身份 你就選這個 然後密碼 就看你要使用哪一個身份 就看你要使用哪一個身份 好 那 我們連立名 現在這做法是連立名都可以 好 那我們是使用註冊者 試著使用註冊者 好 這樣子 你也比較有密碼 NDPC 好 連線 連線 連線之後 你看你可不可以見資料夾 可以 那表示什麼 你這個網路的使用者 可以在這一個資料 這個位置 建資料夾 那表示你的Samba 旋線有開好 那一般會建議你使用NAS 使用NAS 那今天只是為了錄影方便 所以把這個Samba 的Server把它開起來 好 開起來之後 那我們到另外一個 機器上面去 好 這台機器 設定值 我們把 空機器的Image ISO 掛進來 掛進來 這裡 ISO掛進來 開機的順序 是使用光給開機 確定 啟動 好 這個時候我們會選擇 Admoz 這一個是 光給機器不可以拿出來 或者是你的隨身碟 不可以拔出來 所以我們會選擇 Admoz 其他模式 圖類 它會載入記憶體 載入記憶體以後 像這個時候它正在載入記憶體 那我們現在電腦記憶體都蠻大的 所以載入記憶體 方便我們可以 把隨身碟或者光碟退出來 指定一下完它就備份或者還原它的 那就不需要 我們一個光碟或隨身碟在那裡 那你說這樣我怎麼知道它有沒有呢 我們把光碟機推掉 謝謝 好 如果你沒有選擇Admoz 這個 圖類這個模式 的時候 那你這時候 你的電腦就會整個當掉 不能操作 那我們現在還可以操作 好 使用預設鍵盤配置 使用摘身樓 使用印象檔 我們都是用印象檔來處理 好 印碟或分割區 我們這時候選擇用Samba Samba的方式來儲存 那他問你的你的網路要用什麼方式 我們用DHCP來Pi 好 他問你Samba的機器是多少 我們是107 剛才設定的107 網路上方名的網易名稱 我們就這裡沒事 我們就按Enter 使用者名稱剛才我們用Teacher Teacher 好 有沒有看到Images在這裡 那如果你前面那個 共用的地方 那個 名稱不一樣 這裡就要改 那我習慣就把它叫Images 那這樣就方便我們 少打幾個字 按OK 那協定我們選第一個預設就可以了 然後使用自動系統預設 然後他要你打密碼 那你就輸入密碼給他 那密碼一定要答對 如果錯誤這邊就會跳出來告訴你說 那個HomePiImage掛載錯誤 那他現在已經掛載成功了 那我們就按Enter 繼續 那我們用初學者模式 不管備份或還原 我們都用初學者模式 儲存印象檔 它會預設用日期跟時間來做 那我們這邊加一個 說明 我這是EDU 2018的印象檔 按Enter 它問你要備份哪一顆硬碟 那就第一顆 我們就一顆 按Enter 那我們建議會使用這個 我們說過我們備份的時候 64位元比較常遇到的是 檔案分割區有問題 所以我們乾脆先檢查一下好了 免得備份失敗要再來一次 是清檢查印象檔 不要加密 做完了 可以選擇關機或者不做其他事 我們就選擇做完你就關機吧 好到產生好完就按Enter繼續 它會問你說真的要繼續執行嗎 我們試 做 那現在因為網路傳輸速度很快 所以它的備份還原都會相當的快 那因為我們現在用一台機器模擬兩台虛擬機 正在進行 不過它現在備份速度也算快 你看7G 每分鐘7G 以Linux來講 像現在來講一個硬碟15G 它如果是7G大概兩分鐘就備份結束了 那就看你實際上你的網路傳輸還有你機器 處理這個機器的速度多快 那我個人測到的部分是 大概每分鐘可以備到 一兩G一定沒問題 好一點的機器可以更快 像現在這樣看得到我們的機器備份是很快的 那我們先切換到另外一台機器來看它是不是真的有備份 這台機器嘛 我們剛才在這台機器上面 在公用的資料夾裡面 你看它多了一個EDU2018這個資料夾 這是別的使用者建立的 所以它有一個鎖 告訴你它有全線問題 那你用最高全線都可以看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檔案有沒有增加 有1.3G了 目前已經備1.3G 它已經使用1.3G 所以它有持續備進來 那我們的環境檔是不是繼續在備 有 你看現在從前面比較快 後面比較慢一點 現在它四點多G 還算是快 所以備份一台機器算快 還原也算快 我們就不會再使用本機的硬碟 再做音像檔存取 那本機的硬碟來做音像檔存取 會有什麼問題 就是你沒辦法即時更新你的音像檔 如果你是一個音像檔多台機器用 我們隨時可以把最新的音像檔 備在網路 透過網路來還原 一方面節省硬碟空間 另外一方面效能也不會比 不會比硬碟還原的方式還差 相當不錯的一個備份方式 這一ially 對 對 對 谢谢观看